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瞧瞧这椰子蟹蒸熟后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里面的香味 里面的肉就跟奶油一般丝滑 一口咬下去 那都是满满的幸福 就连手上的汁水都没放过 我就好奇他们抓到的这一只 得花多钱才能够品尝一下呢 乔纳森跟米西的对决总算开始 开局一开始集合米西就占据绝对的优势 莎拉和乔纳森只能抓住不放手 都说惹急的兔子会咬人 莎拉只能用牙齿去对抗杰 虽然说作用并不是很大 但是莎拉并没有放弃 直接爬到杰背上 这一摔看着都觉得疼 乔纳森压着米西试图占据上位 可惜被杰给爬了开 最后米西抓住机会冲出场外 大家一开始都不看好莎拉和乔纳森 但是看到他们对胜利的渴望 就连对手也非常敬佩 只可惜过要被人给拿走 结合米西哪怕饿了那么多天 仍然有力量去新型挑战 现在他们主打一个心理战 不能让对面过得太舒服 到时再逐个击破 乔纳森并不担心失去锅 因为自己还有野外求生技能 能够将食物烹饪好来吃 结他们也只能在擂台这里占据优势 能否熬完二手五天还不一定 现在就看谁的意志力更强了 挑战进行到第九天 结那边有锅后 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现在喝着雨水都感觉美滋滋的 对于他们来说就缺稳定的食物了 有点担心弄到食物前身体会扛不住 虽然说并不害怕参加挑战 但是一直去对抗也不是办法 得更有策略的规划下才行 等身体好一点继续去想夺 他们的目标就是将对面人都给淘太先 到时再将奖金给好好分掉 昨晚乔纳森和沙拉的表现 让选手们的士气有所上升 既然别人那么瘦小都愿意去努力 赞恩觉得自己是时候站出来 虽然说上次挑战中输给了杰 但主要是因为克里斯那边不行 如果是单挑的话 自己不一定会输给杰 对方已经没刚来时那么强壮 要是能够让他失败一次 对大家来说那是非常鼓舞时期 他不愿意看到杰他们在欺负弱小了 是时候抓机会去终结连胜 经过昨天的挑战 沙拉感觉浑身上下酸疼的不行 克里斯希望他能够好好休息会 乔纳森对沙拉那是非常敬佩 某种程度上自己并没有输 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好 并没有因为集合米西的强大而退缩 在自己人生中 可谓是相当宝贵的经历 要是能再挑战一次 他绝对是会硬刚到底的 杰他们正享受着温暖恢复体力 昨晚的挑战多少也是消耗了点能量 但是整体来说身体问题不大 要是小看他们过来挑战的话 自己很乐意送别人回家去 这才是这节目组的正确打开方式 以外求生只是顺便的事情而已 目前最强壮的就是赞恩 要是能把他送走 杰有信心将剩下的人都干掉 让他们知道身上的肌肉不是白练的 米西非常赞同杰的想法 女选手中那是一个能打低都没有 他俩合作简直就是碾压的存在 要是现在能够抓到点吃的 自己就更有信心能完成统治 想想都觉得开心 赞恩原本是想打电水喝的 没想到会被人给阻止 需要火种交易才能换来喝 虽然他们很生气 但是为了补充水分智能认了 必须得想办法改变这局面才行 阿玛尔有想过禁止别人过来 但是自家没法确保火种的稳定 暂时还是进行交易比较好 后面想要弄到水喝就没这么容易了 赞恩补充完水分后来到乔纳森这 虽然说乔纳森并不是很信任大家 但是听到赞恩夸自己还是挺开心的 他并不觉得结会一直赢下去 自己有想过是否将小溪分享出去 经历过昨晚的挑战后 乔纳森最终决定分享着资源 希望大家能够拒绝去接纳交易 就这样乔纳森带着赞恩前往小溪呢 路上有特别多的障碍物 想要通行过去并不容易 他们也是耗费不少时间才适应通过 在乔纳森的带领下来到小溪这 颗粒立刻尝了一下味道 确实是宝贵的淡水资源 必须得想办法煮沸才行 来回取水需要耗费不少时间精力 最好就是能团队分工合作 这样才能让身体维持在健康的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暂时保密起来 等别人真的想切断水源提供 自己也能确保有水能喝 众人心情那是相当好 哪怕工具都被拿走 他们也有办法能继续生存下去 现在商量着什么时候开战好 必须吹响反攻的号角 沙拉觉得要是能把阿玛尔淘汰出局 双方关系会得到缓解 但是其他人并不这样认为 哪怕真把人淘汰出局 结合米西这种好战分子 还是会继续挑战他们夺走工具 其实结他们并不具备野外求生技能 全靠阿玛尔在那里指挥 所以只要将领头的干掉 他们自然就会顺聊到结束那天 所以哪怕所有工具事情 凭借团队合作也能活下去 这样一想大家感觉又可以了 完全没必要跟他们硬碰硬 沙拉趁着阿玛尔不再跟米西聊聊 他们现在并不是团队合作 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沙拉希望自己能够拉拢她过来 这样大家又能一起友好的团队合作 想法是挺好的 只是过于理想了 沙拉觉得工具拿得再多 没有团队的合作很难发挥作用 只会白白浪费自己的体力 米西并不这样认为 哪有人会嫌弃自己工具多的 更何况她跟结一起组队 完全有实力碾压其他选手组合 沙拉还想着继续劝劝米西 我们过来是在野外求生挑战 并不是为了夺取别人工具发起挑战 她觉得就是阿玛尔策划这些 在利用米西去进行挑战消耗体力 赢了她能够使用工具 输了也可以少个竞争对手 不知道米西有没有听进去 反正沙拉该说的都说了 希望能够稍微让米西有点想脱离 对于沙拉会过来并不觉得意外 毕竟自己是实力最强的女选手 她也愿意释放点善意出来 这样后面合作也会方便点 沙拉看到米西愿意借斧头 心情那是好的不行 算是暂时达成合作护主 乔纳森觉得沙拉挺有心机的 总是会在那领导大家去对抗对面 自己去去那聊天合作 克里斯局的沙拉有点表里不一 感觉迟早都会被她背叛 如果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 那就得跟对面划清界限才行 不然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 沙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让别人怀疑了 她觉得这样都是为了团队 赞恩觉得一棵椰子树能吃很久 上面的椰子数量很多 就算吃完也能掏里面的心吃 其实一棵椰子树就够熬完25天 只是身体会感觉虚弱了点 可惜赞恩并不喜欢吃椰子 她还是比较喜欢狩猎的日子 在这里真的是在折磨人 不仅要忍受野外天气的困难 还要面对其他人的挑战 并不是自己想要的野外求生 沙拉刚刚去跟米西交流过 她有信心能够拉拢过来 这样团队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工具也会回到我们手里 赞恩觉得这有点想得太过美好了 反正自己是不会信任米西的 想要拿回工具就得靠自己 沙拉还是坚持想拉米西入队 赞恩对此那是非常不满 姐已经9天没吃炖饱的了 加上期间参加挑战对抗 身体那是变得越来越虚弱 急需一些食物填饱肚子 只能试着收集螃蟹填饱肚子 这里感觉并没有多少食物 心情那是变得越来越低落 她突然有种想要退出挑战的冲动 野外求生确实不是自己的强项 不如趁着现在感觉还不错回家 就怕后会额预倒在地上 接着状态看起来是真的差 难道就这样选择退出回家了吗 挑战进行到第十天 乔纳森他们想要来打电水喝 阿玛尔表示 每个人只能打一次水喝 他要切断所有人的供水 让别人没法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最让沙拉生气的是 早上才交易给了火种 现在就提出新的规则 所以说自己非常想淘汰掉阿玛尔 这算是彻底将大家矛盾激发起来 反正阿玛尔觉得自己没有错 这才是挑战该有的样子 乔纳森就知道他们会这样 所以自己从来没信任过 以后更加不可能会有合作的可能 已经跟挑战没有关系 这样反复无常的人 真不知道在现实中过得怎么样 虽然说乔纳森这边有水源 但是来回会消耗不少体力 团队怕是很难熬完25天 克里斯举的沙拉就是太蠢了 居然会觉得自己能够感化别人 结团队饿得那时有点头晕 再不去弄点食物回来 身体怕是会熬不住了 打算带上工具前往海滩边寻找食物 哪怕是吃小螃蟹也好 自己都很想吃点肉缓解下饥饿 克里这边正用竹子制造杯子 打算多制造一点 到时取水也能多点 虽然说身体状态在下滑 但是并不意味着会放弃 结那边发现有不少螃蟹在边上 这些弄下来吃也不错 可惜他们溜得实在快了 赞恩对于阿玛尔的做法非常生气 没想到有人会这样出而反而 不能继续这样逃避了 自己那时没有跟其他人商量过 反正是时候要发起挑战 他并不在乎能拿到什么资源 反正就是要将结给打倒 大家觉得赞恩这次有机会吗 挑战失败那可是要直接被淘汰了 米西这边觉得就是去挑战结的 毕竟他现在什么吃的都没有 这样下去肯定是会输的 大家觉得赞恩实在是太冲动 主动发起挑战输了可就会淘汰 工具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赞恩只是想教训一下他们 其他的并没有多想 大家都挺希望能够战胜结的 赞恩觉得自己还是挺有优势的 他可不会像上次那样输掉 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结刚好弄到只椰子卸回来 块头那是相当的大 足够大家填饱肚子了 米西觉得这来的实在是太关键了 面对挑战大家会更有底气 抓紧时间将这螃蟹处理好 煮熟后散发着浓浓的椰子香味 杰纳是饿得不行 直接就用手抓起来吃 里面这肉实在是太丰富了 感觉身体又要重新活过来 之前没吃饱都能够赢下挑战 更何况他们现在吃饱了 脖子受伤的罗比总算是回归 沙拉纳是高兴的不行 只是罗比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还得好好调整一下才行 太过着急可能会让脖子变得更严重 不知不觉就到集合的时间 距离挑战结束纳是越来越接近 赞恩想要跟结好好斗一斗 吃过椰子蟹的结纳是一点都不怕 总算找到机会送赞恩回家 沙拉他们还觉得结没体力了 赞恩可以轻松将人给解决 结回去后就抓紧时间填饱肚子 他觉得赞恩运气实在太差了 要是昨天自己会担心会输 现在实在想不到输的可能性 很快就来到挑战赛的时间 赞恩并不是好斗的人 只是看不过对面团队的做法 希望能够给他们点教训 结觉得要是能战胜赞恩 剩下的人那是一点威胁都没有 双方对于挑战已经非常熟悉 这应该是所有挑战中最激烈的 主持人只希望别弄受伤了 结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进行挑战 双方戴上头盔来到擂台中央 这一开始双方那是用力拉扯着 眼看赞恩就要占据优势 结直接用腿把人给绊倒 赞恩瞬间就失去优势 没法使出力量进行反抗 双方已经挪动到擂台边缘了 只可惜还是让结给拿出擂台 结那是激动的不行 真的就是没有人能战胜自己了 虽然赞恩觉得有些可惜 但还是认同结的实力 结不知道还有谁能战胜自己 他知道接下来团队会占据绝对优势 赞恩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努力了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他接受以这样的方式退出挑战 选手们情绪都不是很好 感觉这次挑战要全满了 离开擂台后 大家开始跟赞恩告别 赞恩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住 以外求生跟竞技对抗结合在一起 身体强壮的人有绝对的优势 以外求生技能反而感觉没那么重要了 本来赞恩的离开已经够伤心的 没想到罗比也要退出挑战 他的脖子实在是疼得不行 继续下去怕是会有生命危险 没有办法只能选择退出挑战 随着赞恩和罗比退出挑战 大家觉得沙拉这还能熬完25天吗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